礼佛所用的香包括戒、定、慧、解脱和解脱之见香 礼佛所用的香就是五分法生香 也就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 那为什么我们每次上香都要上香 香代表什么 戒、定、慧、香 五分法生香 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 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目标 你要不要有智慧 你要不要快乐快乐 你要不要过得自在 要啊 那所以说你戒、定、慧、解脱 你要不要解脱 所以都要啊 所以这五分法生香 那时候香呢是代表信香 一种传递的讯息 因为古时代 资讯没有像我们这么化大 也有手机 我全部用坡的 你就知道我这里有法会 我这里有讲经、说法 那你就可以来接受、来听法 他要用什么? 用香来传递讯息 那以前的传递信息呢 是用烟火台 烟火台烧的是什么? 狼香 因为狼香呢 它密度比较厚 比较密 不像一般的香 它比较吹不散 所以说呢 在古代呢 如果说有在烧狼烟的时候 远远看就知道 有狼烟出现 就表示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事情 有状况发生了 所以说用这个香来传递消息 那我们烧香是来做什么? 标法 来我们跟诸佛菩萨传递讯息 来跟诸佛菩萨干引道交 就取这个意思 那真正的含义是要提醒我们 怎样? 看到香 闻到香 你就要想到自己要什么? 修点 修会 修解 修解脱 修解脱之间 在提醒我们所 修学的目标 香代表熏香 是一种传递的工具 也是希望透过香 熏习众生的习气 让众生能够熏习到佛陀的教诲 实践佛陀慈悲度众的精神 十方新闻 黄慧如简御林高雄采访报导 阿尔